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拍一個懶人包 解答你們經常問我一些關於美容的問題 例如在哪裡做頭髮、做Facial Body Treatment 以及哪間店做指甲 沒有任何廣告 純粹是因為我去了一段時間 未來應該暫時都不會轉的了 所以就拍出來 下次再有人問 可以發個連結方便我自己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做了什麼 想怎樣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 這幾個月有沒有覺得我的頭髮順滑了 又光澤了 和以前毛燥乾巷、金毛絲黃的形象完全不同 就是因為我碰直了頭髮 做了非常正確的一個決定 因為我是天生捲底的 加上以前有漂髮、瘋狂染髮 頭髮是傷到爆炸 所以它是超級無敵、freezy 真的三月到現在 我都可以保持這麼順滑 墊直了之後 它沒有很傷的感覺 反而是超級無敵、好像瀑布猶順那種廣告的效果 它屬於負離子彈 但是跟以前我們想的那種植藍色 好像魷魚頭那種 其實就沒有那麼厲害 是一個比較自然的效果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近年多是去找Anson做頭髮的 我還很記得以前在Salon坐到懷疑人生的日子 因為髮型師同一時間有很多下 就糟了 又要等他過來選什麼顏色 然後要等染髮、洗頭、剪頭髮 總之就是下午會坐到晚上 午餐、晚餐、兩餐都在Salon解決 我都試過 所以現在Anson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我會告訴他我幾點要離開 然後他可以幫我決定今天染髮的複雜度 我的頭髮承受的程度 剪頭髮或者做不做treatment 他都會幫我安排 而且Anson也算蠻誠實的 我試過給他一張圖參考一下我想要的Style 他真的會跟我說你弄出來不是這樣的 效果做不到的 不如轉其他Style吧 起碼他不會給假希望或者硬幫我做完 跟我預期中有出入 才去想怎樣去解救 這件事我都蠻喜歡的 唯獨是他有少少貴 真的要有預算才去找他 始終一分錢一分貨 Chop 你要不要找Anson幫你剪頭髮 還是你這樣就可以了 說完剪頭髮之後 就到Facial 我是有做HIFU 有做肌 還有現在也有做人手的Facial 分開兩間 其實還有第三間 跟大家去介紹一下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有做HIFU 還有之前無斟埋線都是在尖沙咀的這一間 然後媽媽也有在同一間打PICO去班的 我自己都覺得這三樣的東西是有感覺的 HIFU和無斟埋線就會像是橡筋蛋 無斟埋線我覺得主要是做到V面 然後HIFU就是提升令到他緊緻的感覺 兩個的痛楚我都是接受到的 然後媽媽打PICO是勇氣的表現 我都不知道究竟他有多介意自己的班才可以忍到 因為他是打到起沙的 還有要敷麻膏去打 我真的要給掌聲鼓勵他 但是效果他自己都很滿意 雖然他不是完全沒有了 他始終六十多歲 新陳代就媽媽 他的班就不可以打一次兩次已經沒有了 但是的確打完起招 然後掉了招的時候那些班就會淺了很多 他們不會說很黑銷 當然你不可以說一走的時候拜拜 他都會跟你說一下優惠 但是他們沒有那些十格二十格的格子 逼你去買人讓你走的沒有的 是很舒服 還有他們的小本經營是一個很溫暖的感覺 還有美容師他什麼都不記得的 你問他的價錢他不能回答你 然後第二間就是雍美 本身我是先做身體療程的 我畢竟都是一個很注重養生的人 所以一開始是先接觸了他們的乳工療程 可以保養我們的胸部和子宮的部位 做到疏通乳腺、血液循環好一點 還有子宮真的做到那個暖功的效果 每次都會覺得暖粒粒 還有你做多幾次 經痛的問題 之後你沒有那麼暢順的問題 都可以慢慢去改善 再做了好一段日子 我就試一下他們的癌鹽石按摩 哇 真的一試就愛上了這個 是非常非常之正的 我自己也做了 然後也帶過媽媽去做 她都是樂而忘返 到現在她都告訴我很棒 什麼時候再帶她去做 因為很舒服的 有按摩、推油、再加上熱石 整件事是很放鬆的 做完之後整個人都鬆了 因為做身體覺得很好的關係 我最近近這三個月左右 都有在他們那裡做化妝 因為我做肌都已經有在其他地方做黑膚 所以在他們那裡 我主要做人手的化妝 有做過一個叫做Bow Mask 還有一個是我現在覺得蠻好的 叫做...不記得什麼名字 是做皮膚屏障的 經常去換、去試很多不同的護膚品 我的皮膚的確是比較容易敏感的 做了這個化妝會令我比較穩定 之後真的剛剛想來了的時候 她幫我靜下來 然後帶過金山去做化妝 她人生三十年來第一次做化妝 就貢獻了給我 她要快點感謝我 祝她去做化妝 最主要是讓她感受一下 我平時在做什麼 還有做一做清潔的抗皺、抗衰露 不用預料她的 但做完出來 因為有針清 真的整個人亮白了 乾淨了的感覺 好像那些三十多年的角質層 終於一次過清光了 總之就青、白、正、帥 都蠻開心 她自己都說是很舒服的 除了針清的部分 真的有少少感覺 但其他一切都說是要睡著的程度 會不會黑銷這個問題呢? 之前我有和翁美合作過 Giveaway 有中獎的觀眾做完 Treatment之後 我都會問她的感受 了解一下會不會不舒服 有什麼苦感覺 她們告訴我 都是介紹一下優惠的詳情 如果沒有興趣或者要考慮的話 很輕鬆就可以離開了 不會混在你房間 不斷搶你 逼你買保持卡的情況 都沒有發生的 大家可以放心 至於翁美的位置 就是在旺角近油麻地那邊 都很方便大家 去到第三間的Facial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算是介紹的了 因為真的一位難求 Serenia最近開了一個美容院 叫做Serenia Beauty 我和媽媽分別都是去做Facial 很舒服 媽媽是做一個痛症治療 她經常行山又跌倒又扭 又搞這搞老 她的腳是七爐八損的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看到媽媽一邊玩電玩 一邊在弄的時候 然後就搞定了 她是馬上跟我說舒緩了 沒有之前那麼痛 我都覺得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而我呢 就做了一個Donut的Facial 還有我也有試她們的High-Fu 因為我想知道有什麼分別 其實兩邊都是有感受的 不會說很舒服 完全無痛的 一樣做到緊緻和提升的感覺 然後有什麼分別的話 Serenia會多些不同的治療 去做Combination 而我平時做的那裡 她們是專注某幾個治療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來到最後 就想跟大家分享每個月 我在哪裏做指甲 其實是因為拍YouTube 我才開始GEL夾人生 從小到大我都是剪指甲剪到最貼的 是那種小學生小朋友手指來的 但是拍片的時候 很多時候一些近鏡都會看到手指 如果我是剪得不漂亮 癌癌癌癌癌癌 或者不小心有少少髒 有些黑邊的時候 都蠻尷尬的 所以把心一畫 我都決定每個月去GEL夾 我現在是在銅鑼灣SOLO那棟東西 7樓的一間美甲小店製作指甲 是我的鄰居介紹給我 便宜、美甲、三個字 全開了 價錢是很合理的 然後就是它的速度 滑少少公仔 然後有些款式 通常過半小時已經可以走 加上都保持得不錯 這麼久以來我都試過一隻手指 因為整天開箱 其他都是三至四個星期 我受不了它長得很長就會去做 那個女生叫Suki 大家都可以找它 其實我都不想介紹 但真的很多人問 我就忍痛跟大家說 記住留個位給我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了我做頭髮 做Facial Body Treatment 和做指甲的地方 沒有任何廣告 沒有任何優惠碼 但如果你跟他們說是我的觀眾 可能或者會有一點優惠都不一定 我不肯定 總之說是我介紹 讓我覺得自己有一點作為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其他的療程 看到我有做都想我分享 留言問我 看看會不會拍第二集 例如脫毛 或者頭皮的護理 總之其他按摩都可以留言問 如果喜歡今天這個分享 覺得有參考的價值 請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的就三月 逢星期日的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好嗎? 下班了 拜拜 剛剛睡醒的金山 你上次做Facial是怎樣的? 很舒服 舒服到睡了 做完現在很滑 我的皮膚 怎麼樣? 我沒有 哈哈哈哈